《奔跑吧》的复仇者联盟特辑,网友却纷纷表示郑凯没资格参加。 因为复仇者联盟3的热映,本周五《奔跑吧》将迎来漫威特辑,这些《复联3》的演员会通过VCR为《奔跑吧》的兄弟团发布任务,这下网友纷纷炸开了锅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理智的粉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所以也请各家粉丝不要太敏感,说白了,一个是为了节目,一个是为了电影,两者有自己的市场和粉丝,并没有比较谁大牌谁不大牌,谁更厉害不厉害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但是依旧有些粉丝纷纷纷揭开了多年前,郑凯的一条微博嘲讽美国队长的扮演者只会晒肌肉,这下很多网友不乐意了,纷纷要求郑凯能够正面给一个答复。 单从节目本身来说吧,跑男请来国际大咖助阵自己的节目,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好的内容,而复联3正在上映期,跑男作为国内受众群体很高的综艺节目,找到他们宣传一些电影也没什么问题。 对此,本周五的奔跑吧复仇者联盟特辑,你们都期待吗?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